就可以关掉 就是假设假设我今天 我别的单位 就是我把这个布警主题寄给别人 或者是我把这个布警主题 所以我等一下会给你这两个档案 那现在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怎么应用 对不对 你已经拿到例如说 警察局资讯室做好的这个样式档案 我怎么样去运用呢 假设我现在我开一个新的简报档案 所以点选这边 是不是有这个简报档案 Microsoft Office 然后PowerPoint 我现在呢 我要开始去做一份简报 然后这份简报 我就是要用按照资讯室给我的那一个样式的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 在这个地方 在就是你看一下我这里面 我的母片 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空白的吗 不是我刚刚做的那一种 那我怎么样叫进来 首先 在检视投影片 母片 然后布景主题这边 布景主题 我可以浏览布景主题 我可以浏览就是别人给我的布景主题 第一词叠记这边 然后范例 这个PPT布景主题 套用 你看一下哦 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三套布景主题全部都出来了 我还需要再去 还会产生新的不一样的吗 还是会 我真的要告诉你 就是有人因为他不懂 他真的不懂 他又自己再去创造 而且他不是在母片里面创造 他在哪里创造 他在哪里创造 他不是在这里面去叫进来 他直接在设计里面不是有布景主题 这边有色彩自行吗 这样可以了解哦 在这边使用的人 几乎就是不太懂 简报到底该如何制作 可是坦白说 以前不懂没关系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一定要懂 在哪里去呼叫布景主题 在母片 检视里面母片去呼叫 好 就是你是不是就可以 假设我这边新增投影片 新增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有布景主题 但是 但是 没有页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哦 因为布景主题 他只控管 就是这几件事 布景主题有色彩自行 甚至效果 好 那你是不是希望连页码也有 好 我先关掉了 我先关掉 那怎么样去打开 就是包含有页码那些都存在 在这里 打开PowerPoint 好 档案 档案 然后接下来 新增 新增我们要使用范本 来去新增档案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近的范本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我的范本 我的范本 好 例如说 怎么找到范本呢 最近的范本 重现有 重现有新增 重现有新增 然后去选到我刚刚储存的那个范本档案 这个NTPD简报样式建立新档案 可以吗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资讯室 为什么会给你刚刚那个POTX那个档案 那是有意义的 那是可以让你节省很多时间 你不用再去设定不清楚题了 你们说好不好 不知道 只有一个人说好 不好 我们再继续教十分钟 这就是一个德政 可是知道人不多 真的 你之前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现在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太棒的事情了 你看在这里面 这里面 我刚刚基本上做的有页码出现了 甚至包含检视里面 投影片母片 三套 这是第一套的布景主题 第二套布景主题 第三套布景主题 是不是都存在了 所以你拿到POTX是真的有很重要意义的 我希望说你们一定要学会原来开心档案 还有档案 新增 新增 用从现有新增 就是拿资讯式的那一个样式档案 来去开始做我们的新的简报 才真正的是我们制作简报的王道正统正确的做法 好 那我想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 好